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麦子学院学习自动化测试 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多个对话框的处理 比如说我们打开麦子学院手印 他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不想用这个对话框 我可以把它关闭掉 第二个呢 我们 打开了登录这个对话框 然后呢 使用 已经注册好的一个账号呢 模拟了登录这一过程 而且我们可以根据登录后的结果来判断 我们这个账号是否正确 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输入值来做一些相应的判断 比如说你的账号输入空 你的密码输入空 或者某一个是错误来看它的提示 对不对 这个呢都是测试的一个过程 那么后面呢 我会继续完成这个case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讲什么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来控制 多个 窗口 那么我们以前搜索的例子都是在单窗口下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 做一个例子 在多个窗口下来操作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是使用 web这边打开流浪器 然后呢 打开百度的手院 从百度搜索Math学院 并且从搜索结果中呢 跳转到Math学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切换到我们的一个卡法环境下 大家看我这里呢 已经打开了一个流浪器 然后呢 我们需要打开百度的手页 DLGET 我们请求到百度的手页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输入框 有一个 点击按钮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 找到 这个输入框和 按钮 它的两个ID 大家看在这里呢 我们 使用 查看杨素的方式呢 可以定位出来 输入框 它的ID是 KW 而我们 搜索 这个按钮 它的 ID呢 是 SU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 输入 Math学院 并且搜索 D 的 Fund Element by ID 输入 输入框是 KW 的 Clear 先做一下Clear Clear之后呢 我们 需要发送一个 简直 搜索 Math学院 大家看在这里会弹中Math学院 但是呢 这个其实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找Math学院了 但是呢 我们还要 遵循正常的过程是 百度一下 D的 Fund Element by ID SU Click一下 因为这个寻找的按 这个 页面的那个元素呢 是我们这个百度一下 我们 回撤 再来看在这里呢 他弹出了 我们百度这里面所有的首页呢 都是Math学院相关的 D的 Window 我们的最大化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去跳转一下 我会发现这个里面呢 他有两个 第一个是官方的一个目刻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不希望进那个 我们希望进的是 Math的首页 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 就可以直接进去 D的 FundElement by particle 这个太词 那我们去 寻找 包含我们相关这个文字的 链接 这个链接就是 专业IT 职业 在线 教育 平台 那我们回撤 大家看在这里呢 他是找到这个元素的 那么找到元素之后呢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链接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click一下 再来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弹出了 Math学院这个首页 我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它 小化一下 我会发现 这里面呢 其实是两个窗口了 一个窗口 是我们 百度的 另一个窗口呢 是我们 Math学院的 大家来看 这里面呢 是两个窗口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想切到 Math学院 去干嘛呀 去登录一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巨饼 它有一个属性 Windows 这个属性里面 大家来看 它有两个 数值 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 这两个 浏览器 页面 它的一个 巨饼 那我们来看一下 D的 Current Windows Handler 大家来看 这个 当前这个巨饼 和我们第1个 巨饼 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 现在我再打开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巨饼 个数是多少 如果再打开一下 再来看 我又打开了一个 那么现在呢 应该是三个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D的 Windows Handler 大家看 在这里有三个了 这相当于三个巨饼 那么如何在这三个之中 来切换呢 我们这个外部这边提供了一种方式 我们把这个界面调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 Switch To Windows 切换窗口 那么现在我想切到第2个里面 D的 Switch Windows 那么这个windows现在我切的话 我应该是切巨饼 D的 Windows Handler 这个Handler 大家来看啊 它返回的值是什么呀 返回的值是个列表 那么既然是列表的话 我就可以 使用索引的方式对它进行访问 我现在切到第1个窗口 就是第1个麦子学院弹出的那个窗口 然后看D的 Current UR 大家来看 这个呢是麦子学院 D的Current Handler Windows Handler 大家来看 它已经切换到了第1个窗口 那么同样道理 我现在也可以切切换到第3个窗口 D的 Switch Windows D的Windows Handler 有时候切到第2个 那么大家来看D的 Current Handler 大家来看现在呢 我已经切到第3个了 因为第3个和第2个呢 都是我们的麦子学院的主页 所以说他们的 UR是相同的 D的 Current UR 大量都是麦子学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切换到这个 页面了 切到这个页面了 我就可以做一些登录啊 查的一些操作 那么这个呢就是窗口的一个光链 那么如果说我想把这个窗口给关闭掉 怎么办 D的 Close 直接把这个窗口给关闭掉 这个整个呢都关闭掉了 这个整个呢都关闭掉了 现在如果想D的 Current 直接退出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页呢 都已经退出了 这边它有个问题 那这个呢就是多个窗口 它们之间的一个切换 一定要 记住我们这里面有两个 主要的 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个 Current Windows 它用来 显示 当强 巨饼 而我们这个 Windows Handlers 它是 列出 所有的 巨饼 那么 Switch2 Windows呢 就是 切换 巨饼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我们 使用 web 这本来 广里 多个窗口的 一些 操作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 实验 好 我们这节课主要内容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